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聊Chat Alama 在过去24小时,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更新 一方面在用户体验上修复了一些在页面上的小bug 改进的用户体验 另一方面呢,对底层的功能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这些改动如何影响到你日常的使用 在聊天界面,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到一些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文字的大小做了调整 更大的字体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阅读 另一方面,消息的滚动更加的顺滑 同时呢,也给到了快捷键的支持 默认情况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Enter键来输入消息 同时呢,也允许大家在Enter或ShiftEnter之间切换 这样也能方便大家在使用时以自己最习惯的方式来与模型交流 可以看到在这里当我们进行交互的时候呢 页面上消息的滚动和输出也是非常流畅的 这是我们在用户体验上的改进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有任何反馈也欢迎大家在代码仓库 也就是Github这里 issue里面给我们提反馈 我们会来不断的改进 确保大家在日常的使用中能够非常的顺手 这是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分 关于用户体验方面的改进 另一方面呢,想介绍的是 在更底层的方面我们做的一些修改 在知识库这里 大家或许并不能够非常直观看到区别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24小时 对底层的REG的数据索引部分做了调整 现在呢,我就来分享一下究竟这些调整 包含了哪些内容 我们先要分享的是Lantran JavaScript版本框架的文档 在这里对检索器 Parent Document Trivert做了介绍 这也是在最新的Chat Olama应用中 我们引入的检索器 在最初时的版本中 我们是实现的非常原始的Naive RET 也就是将文档进行拆分切片 基于Embedding Model计算项量 项量数据存储 基于此来实现的检索 相似性查询 最后呢,由大模型来合成回答 这是非常简单原始的一种实验方式 它可以工作 但是呢,性能并不好 效率并不高 基于此,我们尝试将Lantran框架中 已经提供的一些不错的检索方式 也就是Retriever实现在Chat Olama中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呢 就是在底层的改进 Parent Document Trivert 通过使用这个检索器 我们来提高文本检索的质量 我们首先从原理上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Parent Document Trivert 刚才我们介绍了最原始的REG 它做了什么呢 将文档切成分块 经由Embedding Model生成项量数据 存储在项量存储中 基于此进行数据的检索 那在现在我分享这个图表中呢 可以认为NaiveREG 就没有中间粉色的Smaller Chunks 它有的也仅仅是 Chunk1,Chunk2到ChunkM 简单分块策略的局限性在于 文本被分成了众多的小块 一旦我们确定了分块大小 那么在分块的边界上 总是可能存在语意被截断的情况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业内就采取了一种叫 Parent Document Trivert的策略 它所做的事情呢 是将分块分为两极 也就是副文档分块和子文档分块 对一份文档首先进行分块 这些得到分块呢 是较大的文档分块 也就是副文档分块 从而在对每一个副文档分块 进行采分得到更小的块 也就是现在我们图表中看到的 Smaller Chunk 那这样呢就有两极分块 副文档和子文档 在向量存储中 存储的向量数据呢 是子文档分块的数据 而每一个子文档分块 通过原数据与副文档进行关联 副文档存储在文档存储中 也就是左下角的Document Store 当用户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找到相关的文档信息时 首先在向量存储中 基于小分块来进行查询 得到相似度较高的小分块 再将它们关联的副文档分块 也就是较大的分块取出 这些数据呢是来自Document Store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定位到了相关的文档 又能将这些文档块周围更大区域的文本 返回给大模型 这样呢模型就能够尽可能多的获得上下文信息 一定程度上这样呢 也解决了在文档分块的边缘 与遇到解断的问题 当然了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完美的解决现有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副文档分块的边缘依然存在着 语义阶段的问题 当然了一定程度上这种解决方案呢 也还是能够起到提升数据检索质量的这个效果 不过呢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依然是能够扩大相似文档的覆盖范围 以此呢一定程度上来提升数据检索的质量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Chat Olama 看看在实际的开发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如何应用到ParentDocumentTuber 我们现在来到Luncheon的文档这里 快速的浏览一下ParentDocumentTuber它需要的组件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它需要两个Splitter 也就是文本拆分器 一个呢是副文档拆分器 一个是子文档拆分器 副文档拆分器 在实践上呢我们会设置较大的文档分块 子文档拆分器呢分块的大小较小 其次呢我们需要VectorStore来存储 子文档分块的向量数据 关于文档存储呢 在实例中给到的是MMMStore 也就是基于内存存储 这也是在生产环境中不可能使用的 首先我们无法将所有的文档存储在内存中 另一方面一旦使用了内存的存储 任何时候的重启会导致所有的文档存储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现在搜索DocumentStore 这里呢就是MMMStore的介绍 如果我们来到Stores我们点击这里 可以看到这就是LangTrain JS版本所提供的存储的支持 这个存储呢是建置存储 KeyValue Format 它提供两种支持 一种是MMMStore 一种是LocalFastStore 我们不可能使用MMMStore 在生产的环境中 或许我们希望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环境 来支持我们的AI应用 那么还是会去寻求一些 更具有扩展性的解决方案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Chat Olama中 为大家分享的 我们尝试利用Redis来存储 Redis是业内非常主流的建置存储的解决方案 也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那我们如何使用呢 现在呢就看看在Chat Olama中 我们是如何实现的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Chat Olama代码仓库 在本地我已经拉取最新代码 既然我们要使用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那就需要来创建这个检索器 在过去的实现中 我们使用的是基于向量存储检索器 为此呢新增了一个Retriever包 在这里做了一些实现 一个新的函数Create Retriever 小小的做了一些动态的处理 根据环境变量的设置 来决定是否使用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条件呢就是当环境变量Redis Host做了设置 表示在环境当中具有Redis的配置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因为呢具备了使用它的条件 否则呢就是用最传宠的 基于向量存储的检索器 在这里呢就是基于Chroma的Retriever 当设置Redis Host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创建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向量存储是咱们一直在使用的ChromaDB 而Document Store就是Redis支持的文档存储 这个文档存储呢是我们在这里单独实现的 来看看它究竟做了什么 当然这底下Parent Splitter和Child Splitter 这两个文档拆分器呢我们就不做额外介绍了 我们设置的分块大小分别是1000和200 那Redis Dock Store在这里 我们实现在了Dock Store这里 在这里呢是基于了Lanchion.js的Base Store Interface这个接口来做的实现 可以看到这个接口呢会很快被删除了 已经deprecated 那目前还能工作 我们先以这种方式实现 后续呢我们会来清理这部分代码 Redis Store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它会对建值对 那当然了这里的建值对呢 其实就是字符串和文档的建值对 每一个文档会有唯一的ID 这个ID呢是在retriever里头分配的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针对这个建值对做处理 如实的存储的Redis 另外要注意的是Redis并不支持文档对象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对文档进行序列化 或者说转换成字符串 在这里我们就使用了Json的数据格式 作为中介进行转换 那么关于Namespace或者Collection 我们怎么去管理的呢 大家记得在ChromaDB当中 对于每个资料库或者是知识库的数据 我们是通过Collection 也就是集合的名字来将不同的知识库的数据 存储在一个唯一的集合中 那么集合这个概念呢 在这里我们依然使用 我们将其称为Namespace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期望将某一个知识库所有的文档 放在同一个名字空间中 而Redis并没有真正的名字空间的概念 我们是通过键的前缀来标识的 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通过一个名字空间和它对应的键 来构建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的作为key 因此呢我们就有了某一个名字空间 作为前缀的一个完整的key 这个key呢就帮助我们来识别 在一个知识库中的所有的文档数据 是在哪一组键之下 我们一会呢也会通过命令行来看看 在Redis中现在的存储情况 search其实呢就是基于一个文档ID 得到它对应的文档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将这个ID 转换成了具有名字空间前缀的键 这样呢就可以到Redis当中取到对应的文档 最后呢就是一个新增的函数deleteall 这个函数呢并不在这个base store interface 这个接口当中 那我们实现目的呢是在于当我们像 我们实现这个函数目的呢 是帮助我们在删除知识库的时候 能够将所有在文档存储 从存储的相关数据删除 那么为什么是deleteall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redis.store 构造函数会接受一个名字空间参数 因此呢每一个doc store 对应的是某一个名字空间 或者换句话说 某一个知识库的文档数据 因此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得到一个namespace 在deleteall的时候呢 是将这个名字空间中 所有的数据存储全部删除 那这就是在redis的实现上 我们是怎么做的 这样就有了一个redis.store 最后呢为了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我们还新增了一个包store 这里面呢有一个目前唯一的函数 create redis.client 来创建客户端 支持四个环境变量 分别是redis.host.port.username.password 默认参数就是典型的redis的运行参数 localhost 6379 那这就是我们目前做的改动 那通过这部分改动呢 我们就可以在retrib的构建时 根据运行环境的支持情况 来动态的决定 是使用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还是传统的向量存储解锁器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控制台 首先呢来分享上redis这里的情况 我在这里呢 已经运行了一个redis的服务器 通过客户端 咱们可以来看看现在所有的key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一个testkey 这个是我手动测试添加的建制队呢 其他的这些key 都是以collection开头 那带来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呢就是知识库的id 这是我们的命名方式 这个命名方式呢 与chromaDB当中collection的命名保持一致 因此这种前缀就是表示 所有这些文档id 都是来自于知识库36的 那这就是目前在redis中的数据存储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知识库的创建 究竟是如何与retriever关联的 那控制台这里 我们首先呢将其停掉 在env这里我们来看看 redis host我设了localhost 那有了这个参数 chat olama就知道应该到redis当中去存储文档 那么应该是用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现在呢我就来启动这个开发服务器 我们回到chat olama 首先呢通过创建知识库来看看究竟 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是否被用起来 在这里呢我们建一个知识库 wtf luncheon123 目的是将luncheon极简入门课程的123课内容 来做知识库的创建 那选择文件我们就来选择 01 0203这三个文件 点击保存 他就会来做数据的索引 我们可以来到后台 看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在后台我们这里来看看 首先呢是他会来创建一个知识库123 id呢是37 embedding用的是olama拉取的服务的 nomic embed text 初始化的呢就是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那这就是在这个应用场景中 我们是如何使用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已经开始被使用了 redis也会用来存储文档片段 那文档片段在redis当中 键值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就多了许多collection37的键 这些呢就是我们最新创建的知识库的文档存储 我们没有显示值 我们只列出所有的键 在前端已经创建完毕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知识库来到聊天界面 就可以进行一些问答 我们来看看问答的效果如何 首先呢我们来选择模型 我还是偏向而使用GPT3.5 来试试这个效果 我现在就来提问 什么是wtflaunch 它的回答呢应该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知识库 它给到的原代码和文档呢 也是我的开源代码仓库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来到咱们的课程了解这个极简融文课程系列 那这就是我们在问答中看到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看后台的日志情况 刚才我们的问答中 在这里呢看到也是初始化的 Parent Document Tripper 用到了Redis.Store 那它做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里 它检索的时候 用到了这一系列的ID 到这个Redis当中去查询文档 而最后得到的相关文档呢 在这里 这些文档块 一共有几个呢 来看看 一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为什么是五个呢 我们来到 Retriever 在这里可以看到 Parent Key 表示副文档的 分数 取的是五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Parent Document Tripper这里 会拿到五个相关的文档 而如果使用的是 传统的向上存储检索器呢 我们返回的是四个文档分块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Parent Document Tripper当中 会看到的不同的效果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在数据清理方面 我们回到知识库这里 当我们选择清理掉这个 知识库的时候 会选择删除 操作非常的迅速 这个知识库就删除了 那在数据库当中 当然这个记录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回到Redis这里 看看它的效果 我们刚才介绍了 使用的是名字空间的概念 Namespace 也就是说通过Collection 加上知识库ID作为一个前缀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将ID为37的知识库删除 对应的呢 在这个文档存储 也就是Redis中呢 所有前缀是Collection37的 也都被清理掉了 这就是我们在数据管理上 究竟Redis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演示 将Redis的host设为空 这样呢我们就认为没有进行Redis配置 我们再启动开发服务器 我们回到知识库这里 我们依然做同样的知识库创建 好了 选了三个文件 同样的名字 WTF Launcher123 保存 它依然会去做数据的分块 向量存储 那如果来到控制台这里 看看它究竟做了什么 这次它就不再初始化 这是Parent Document Retriever 而是VectorStoryTuber 也就是说数据呢 仅仅存储在项量存储中 其余项量存储来做相关性的查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拉取最新的Chart Olomar的版本 看看在使用了不同的检手方式后 在知识库的问答上 质量是否有所不同 我们刚才的分享呢 用了非常简单的提问 这种提问中呢 应该还不能够很好体现出 在不同的检手方式带来的效果上的差异 那有兴趣同学呢 来尝试一下 看看是否在自己的问答场景中 能够感觉到不同的检手方式带来的差异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会将相关的文档和代码链接呢 都放在视频描述中 那么在新版本的使用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到代码仓库给我们提issue 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反馈 那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代码仓库 关注我们频道哦 那咱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 拜拜